哈嘍大家好我是大師兄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鈴鐺 只有這種的igfb 追局 bb 還有discord 好在今天尤城在你 微信官方公告了 殷千陽的技能介紹的部分 啊 昨天是榮燕嗎 今天是殷千陽啊 明天會不會是少俠殷鳳人呢 好那殷千陽他是屬性是雷 然後是俠客 然後他的戲劇就是他的眼神 跟但基本的眼神還是不太一樣 他有點眼神很尖銳 沒有那種憂鬱的感覺 憂鬱加速殺之氣的感覺並沒有 然後大部分的服裝跟吊聲內容都差不多 然後手上這個具 啊那個是那個什麼 震魂令啊 可是這個震魂令跟我 記得單機板裡面的震魂令好像長得不太像 好 好那天賦部分啊 荒神荒神凶魄 氣血大於等於50%物攻和暴擊率提高 9%到15%好像雷系角色的 大部分的能力都是提高暴擊率 然後與攜帶 摺伏狀態的敵方對戰中可以觸發閃避哦 ok 那這個我先講一下摺伏霸 是行動結束 使用處於施加者三格內 反轉自身一個友誼狀態必放出一格的老洞 這個是不可屈善 出發後可以移除 而且你剛剛敵方對戰中你可以出發閃避哇 那不是跟曹信人很像嗎 好再來是主動使用絕學後 行動結束時對十字五格範圍內 物攻法攻屬性最高的一個到兩個施加摺伏哦 也就是說你先攻擊敵人 先放總統絕學 在那個十字五格內 那你就可以獲得敵方的施加摺伏 但是 他不像曹信是 馬上可以擁印 他是可以再再行動再攻擊嗎 那殷千陽是打完那個人 表示一對一的情況之下 打完那個人 他一定是觸發 摺伏給他身上 那這個時候如果他 打你的話 在對戰中哦 對戰中哦 會觸發閃避 你就可以閃掉他了 ok 好 但是就殷千陽哦 ok 好 但是 摺伏的效果就是 如果你就處於私價值三個內 那你又可以反轉他的身上的buff 然後再發生腦洞這樣子 好在珠天數二 這數數二好 這單體積1.7倍哦 這個是契機機了 ok 那對戰 顯呢 對自身三格範圍內的所有敵人 造成一次的物理傷害 那這個物理傷害是物攻的0.3倍 ok 然後是反轉兩個友誼狀態 哇這剛好性蠻大 然後目標攜帶友誼狀態 數量小於等於三個的時候 這對戰中暴擊綠核暴擊傷害 提高15% 啊 就先清掉啊 先清掉敵方的 友誼狀態 所以確保他的狀態不會太多 那再小於等於三個時候 又可以觸發暴擊率跟暴擊傷害要觸發 哇那這招蠻痛的哦 好 我這招 相當可怕 這是我覺得暴擊率加暴擊傷害 15%然後又1.7倍 然後加上他的天賦哦 假設打氣血大魚等於50%的話 你的物攻跟暴擊又再提高一次 我覺得這個傷害應該會蠻痛的哦 而且有動畫哦真帥 哎他好像這是 這些招都是放劍器 哎沒有也不是劍器他有衝過去斬 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冬天健身 好絕學哦七殺做命 幾乎都沒有什麼無方培劍啊 天內無限之類的 對方來內的所有電到0.4倍的傷害 暴擊率加20% 對暴擊的目標是加麻痺 那隨便兩個回合 使用後可以切換天尊主宰 哦 哦 我要範圍 3乘3 還算不錯了 好再來 天盾主宰是單體機 哇好帥哦 果然硬氣量就是帥 哦好想抽哦 對戰後可以使目標被傳授 至直線後兩個 使用後可以換成其他作命哦 單點機 好被動一星五二 對戰中傷害提高4%哦 哇那帶被動的話 那個傷害真的很痛哎 感覺蠻 打PVE真的很適合 PVP的話 嗯 感覺好像有點 沒有到非常好 打PVP的話 我看看 呃 我打PVP我覺得還還可以 還好而已 看一下哦 不過這個 呃內力是這個被動就只要1啊 那不造成暴擊之後 對戰之後可以恢復自身 就要7-38哇 哇那這個被動 還蠻不錯的 他因應先講那個暴擊率 應該是蠻高的 應該很容易暴擊 橫劍同意絕學哦 7-8 主動公主動普通攻擊追加觸發 啊對不起 主動普通觸發追擊效果哦 哦這是兩內力的被動 這也是被動 那你沒有受到傷害 對戰後敵方施加暈眩啊 哇 對敵方施加暈眩啊 如果沒有受到傷害 我想一下 如果沒有受到傷害 可以施加暈眩哦 那就是也要閃掉了哦 哎 可是你要怎麼無傷 那你只有用 蛇服的buff而已啊 靠傷病然後暈眩呢 我現在想到是這樣 嗯我現在想到是這樣 因為他被注有說啊 無傷度過一場戰鬥 一場對戰後 哦你打羽絲也可以 打羽絲也可以 剛剛想到打羽絲也可以 你也是不會反擊嗎 ok 好 雲千娘也有陣法哦 他是打咒咒絲跟鐵衛哦 這鐵衛看起來就是小虎 咒絲的話 就是農業哦 我猜了鐵衛應該是小虎了 好 對不起剛才吃東西 好那今天的技能介紹到這邊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次的 陰氣洋的戲劇圖 以及他的技能技能的部分了 不過技能部分 沒有天天五件那些是 還蠻可惜的 他幾乎都是原創了 也沒有初天見證 因為初天見證已經在 已經在劍血身上了 那五天五件的話 是在 少俠英鳳的身上 不過正經來說 我看到陰淺陽這個動作真的帥哦 天啊 因為我蠻喜歡 單機版的陰淺陽的 的那個服裝 我覺得真的是 比較好看 我我自己是覺得是這樣 好了那 我們期待正式上線的時候 來看看陰淺陽跟農業的英姿吧 好了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呢 喜歡我的頻道 那我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pe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